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破此时向采访者讲述的是自己连环杀人案的经过 从童年阴影到中年危机 看起来这就像再平常不过的人物访谈 而他讲述的却正是他自己连环杀人案的经过 这一切充满了无边的恐惧和深深的罪恶 像大部分连环杀人犯一样 1948年出生的肯破也有一个畸形的童年 他的父亲埃德蒙尔是二战的时候是一名军人 然而当战争结束一锦还乡的时候 他只得到了一份薪水卑微的电工工作 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问题 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外面拼命工作 无形当中家庭离他越来越远 而所有子女的教育问题都落在了母亲克拉内尔身上 不过这位全职太太并不是当母亲的了 尽管她帮丈夫生了很多孩子 但对教育她一窍不通 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暴力蓄酒狂 对女儿们克拉内尔还能保持一丝理智 尽可能宽容一点 但她绝不会放过丈夫和肯破 日复一日的辱骂和虐待 或许从肯破有记忆开始 母亲的形象就应该如同恶魔一样吧 而深受其苦的丈夫 是这么形容她这位妻子的 她说 战争的危险和克拉内尔相比 根本算不了什么 当然 除了母亲的暴力支配 肯破的童年还伴随着另一个问题 极端的孤独 出生时她就被证明将来会是个巨人 到四岁的时候 她已经高出同龄人一头了 各位应该清楚 小时候长得高 再加上性格内向 很容易遭到孤立 没有人愿意跟她一块玩 更多的时候 玩伴只有姐姐和妹妹 或是家里养的小猫小狗 1957年的时候 埃德蒙二师再也无法忍受 与妻子一起的痛苦生活 选择离婚 此后克拉内尔变得更加歇斯底里 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娘家 对两个女儿尽情所能的溺爱 而对长得和埃德蒙二师一样的儿子 肯破却越来越苛刻 因为缺少家庭教育和关爱 小肯破无法分辨是非善物 无法建立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十岁的时候 肯破第一次开启了杀戮 她活埋了一只小猫 接着把尸体挖出来 钉在木板上 如此容易地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一条生命 肯破没有恐惧 没有羞耻 她从中体会到的 只有控制欲带来的快感 和莫名的兴奋 一瞬间 她好像理解了母亲 她感同身受 原来暴力支配的滋味 是如此美妙 此后 虐杀小动物一度成了肯破童年时期 为数不多的兴趣之一 对死亡和痛苦的渴望 也变得越来越扭曲 她会带着妹妹玩枝姐布娃娃的游戏 和姐姐一起玩冰死游戏 比如捆绑在椅子上模仿做电影 或者让姐姐把自己推向急迟来的火车 体会冰死的快感 她的黑暗幻想越来越重 家人对她的恐惧也越来越重 病态的母亲开始惧怕肯破 为了保护女儿 除了上学 大部分时间 她都将儿子所在阴暗潮湿的地下使力 1963年 15岁的肯破 这个长期在黑暗中生活 渴望爱的年轻人 终于鼓起勇气 离家出走 去寻找自己的生生父亲 无奈 父亲已经再婚 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又生了一个儿子 肯破深知 新的家庭里边容不下自己 最后 她答应了父亲的提议 去到了祖父母身边 帮忙打理冬场 很遗憾 在祖父母家里肯破也没有获得关爱 不知为何 在祖父母眼里 这个15岁时就一米九三的小孙子 就那么不讨人喜欢 日复一日的苛责 终于让肯破起了杀心 1964年8月27日 肯破拿起猎枪 朝着坐在厨房喋喋不休的祖母背后 开了两枪 随后 为了防止祖父报复 她埋伏在家门口 射杀了从杂货店归来的祖父 在和母亲通完电话后 肯破主动报警自首 对于当时的美国司法系统来说 很难理解 一个15岁的孩子 究竟为何犯下如此罪行 肯破在警局交代的犯罪动机 也只是单纯想体验 杀掉祖父母的感觉而已 最后 由精神病专家会诊 终于鉴定出 她是偏执行人格障碍 被送往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 精神病院先后两次 对肯破进行智商鉴定 第一次结果为136 第二次结果为145 根据当时负责治疗肯破的医生回忆 这个孩子在院内表现优异 与人和善 且乐于参加社会活动 说肯破是模范病人 一点都不为过 她不仅主动配合医生治疗 之后还接受医疗知识培训 协助医生对其他囚犯 进行精神检查 积极学习心理学相关知识 与精神病学家一起完善了著名的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 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比如和罪犯心理测试师 一起研究案例 加入青年商会读的 介于优异表现 1969年12月18日 21岁的肯破获准假释 根据医生建议 法官宣布 由母亲克拉内尔作为监护人 进行后期护理 而此时的克拉内尔 当时已经改嫁 而出狱后 肯破还会时常想起 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 那段欢乐的时光 在那里 他受人欢迎 被人需要 而现在 恢复了自由身 他却再度陷入了迷茫 多年的离别 并未让这对母子的关系 得到改善 母亲依旧用辱骂和暴力 对待自己的儿子 家庭生活如此昏迷 自己的工作和前途 也是如此迷茫 一度努力学习 想报考警察学院 但最终因为身材 连出事都没有通过 大部分时间里 肯破总是辗转各地 达达零工 但最终都会因为经济问题 被迫回到这个 充满问题的家庭来 1972年初 肯破打工时遭遇车祸 得到了一笔 一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款 他用这笔钱 买了一辆 六九年生产的福特轿车 他时常在与母亲争吵后 驾车出门兜风散心 看着路边的年轻女大学生们 他内心充满了 对性的渴望 以及说不上来的仇恨感 肯破再也无法压抑 自己心中的痛苦 于1972年5月 开始了自己的谋杀恐吵 最初的受害者是两个18岁的女大学生 玛丽和安妮塔 肯破在兜风的时候 遇到了这两位想搭顺风车的姑娘 那会儿肯破就已经起了杀念 斗斗转转一个多小时 他将两个女孩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接着他用手铐靠上了两人 然后用刀把他们刺死 随后他把尸体塞在后备箱里 运回了与朋友合住的公寓里 在那里他反复奸引尸体 在欲望得到满足后 分尸装带弃之后 对于这些案件 肯破在狱中接受采访的时候 是这么描述的 在精神病院和性犯罪者 交流过相关知识 他们告诉我 如果要强奸不被人知晓 就必须斩草除根 我确实也是那么做的 同年8月 经由市民举报 当局在山里发现了玛丽的头骨 但其余部分 以及安娜塔的遗体 至今仍未找到 1972年9月14日 肯破又用同样的手法 杀害了15岁的学生艾滋 1973年1月7日 肯破在帮母亲 从大学运送物品的途中 枪杀了18岁女大学生辛迪 这次 肯破把辛迪的尸体 带回了母亲的住处 藏在了衣柜里 隔天早晨 趁母亲上班时 与尸体发生了关系 随后在母亲的浴缸里 将其斩首 将头颅面朝母亲二楼的 起居室方向 埋进了后花园 他说 母亲不是一直希望 有人敬仰他吗 在之后的几天里 肯破又连续和五头女士 多次发生关系 最后 等到尸体开始散发出气味时 才将尸体 分尸扔进了山谷 由于之前 接连发生 女生搭车失踪案件 警方向当地大学 相关车辆配发了安全贴纸 呼吁女生们搭便车时 最好选择有这种安全贴的车 母亲克拉内尔 正好在学校工作 肯破也轻易地 获得了这种贴纸 1973年2月5日 在又一次与母亲的争吵之后 肯破愤怒驾车离家 途中偶遇两名遇搭车的女学生 23岁的索普和20岁的艾丽森 两个女生看到车上贴着安全标示 根本没有任何怀疑 上车后 不久就被双双枪杀 接着肯破在高速公路边 对两具尸体进行斩首 将无头尸体运回母亲的住所 进行监视 玩弄金星后 分尸 炮尸荒野 所有的虐杀行为 都是基于对母亲的仇恨 而最终 肯破也把这堆仇恨之火 烧到了自己的母亲身上 1973年4月20日 母亲克拉内尔聚会归来 就好像如同对死亡有预期一般 这天 他特别希望跟儿子交流一下 然而 肯破冰冷地回绝了母亲的要求 等到克拉内尔睡着后 肯破偷偷潜入了他的房间 拿起锤子 砸烂了他的脑袋 这个可怕的拭目行为 不知道多少次出现在肯破的幻想中了 而现在幻想变成了现实 等到回过神来 克拉内尔早已面目全非 接着 肯破砍下了母亲的脑袋 把他放在壁柜上 当成射飞镖的把子 这么做 还无法缓解他内心的怒火 他割下了母亲的舌头和声带 扔进了处理厨余垃圾的水槽 水槽卡住了 旋转切片的声音异常刺耳 和此前的一系列案件一样 肯破与母亲的无头尸体发生了关系 在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后 他匆忙收拾了下犯罪现场 接着他去酒吧庆祝 回家后 肯破意犹未尽 打电话邀请母亲的挚友 59岁的哈利特来家中做客 接着他也将其杀害 斩首 抱着哈利特的尸体 肯破又渡过了一个孤独的夜晚 凌晨 他将尸体塞入橱柜 接着他为警方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以我的方式让他安然入睡 他再也不用体会 和杀人恶魔住在一起的恐惧了 天亮之后 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报警投案自首 被捕后 肯破两次在拘留所里查识自杀 庭审期间 他也声称自己的身体里住了两个人 而相关的精神病专家也认为他患有多重人格障碍 但也有专家提出异议 认为他在作案时完全清醒 最终八项一级谋杀罪成立 肯破被判处无期徒刑 回到监狱的肯破 又恢复到了开朗积极的那一面 他愿意成为研究对象 帮忙完善美国的犯罪心理学 同时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比如接受媒体采访 组织囚犯们看书学习 或是协助精神病专家对囚犯进行心理疏导 来着之后 在狱中他还迷恋上了逃逸 在单独的囚房中 他完成了许多作品 除此之外 他还为盲人们录制工艺阅读录音单 然而无论在狱中叫化的成果如何 大众还是希望他永远不要出入 从1979年开始 他的13次假释全部被驳回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6年 他说 社会没有做好迎接我自由的准备 我不能因此而责怪他们 况且我在监狱里过得很好 在这里推荐一下 网费2017年所拍摄的心灵猎人 里面曾经用到肯破的案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一系列剧集 非常好看 目前肯破正在等待他的下一次假释申请会 时间会在2024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水英 我们下次再见